一定要步步为营 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是 卧将遵命 我们都在这儿打过一仗了 疏门疏路 是吧 雷大哥 此一时彼一时 眼下的绿巫 机关密布 处处都暗藏杀机 绿巫是我们不久前 刚刚捣毁的地方 沙恒天怎么可能又回到那里 这个也就是 他奸诈过人的地方 你能断定 他就藏在那儿 我不能 但我可以断定 眼下的绿巫 是关中帮的重要据点 一个重建的老巢 老巢 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连日以来 如此大规模的搜捕 竟然没有发现 沙恒天的亲属 难道 他一个亲属都没有 这当然不大可能 那么沙恒天的亲人在哪 他的妻儿在哪 给我搜 зн可哟 我可以 glaub 人民广州 我能认为 可惟 答 我找你多时了 韩圣 我找你多时了 还给你 你的诸葛闪电标害人无数 今天轮到你自己来认命 太精死了 我恨他 我恨死他了 都是他害了精灵 都是他 兄弟们 全力以赴 捉拿分手杀恒天 是 杀恒天 都出来 我可看见你了 在哪儿 我这不是瞎咋唬了吗 对 那边还有一扇门 走 走 呆 你和他人听着 乖乖春的偷响 免受道歉之苦 出来不出来 再也不出来 我一把虎 把这房子捡了啊 闪开 什么人 我明白了 这八成啊 是杀恒天的老婆 怪不得 我这两天搜查玄城 都没看到他家人 原来藏在这儿来了呀 且慢 杀恒天 诡计多端 小心有诈 杀恒天的老婆 长得倒是不丑 里面的妇人 杀恒天 到底藏在哪儿 杀恒天在哪儿 快说 谢大人到 谢大人 我们给你找到了 杀恒天的老婆 但是呢 是大老婆还是小老婆 我们就不知道了 杀恒天 若水三千 只取一票 从不纳妾 快说 杀恒天在哪儿 我既然是杀恒天 唯一的女人 又怎么会背叛她 杀恒天在哪里 我知道也不会说 更何况我还不知道 你 好了 他不会告诉我们 杀恒天在哪里 大家分头找 不要放过这里的 每一寸土地 是 好 看你的样子很自信 似乎 知道我们不会在这里找到杀恒天 随便被人找到 那就不是杀恒天了 我看你 似曾相识 但我以前从没有听过你的声音 似乎又是素昧平生 那么 这种熟悉的感觉 因何而来呢 你问我 你知道 当然知道 你觉得我似曾相识 那是因为我们作为女人 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说 比如说 你我都是性情中人 内心深处都怀有一份不渝的执着 一辈子只爱一次 一生只爱一个人 杀恒天的女人 是否与众不同 你能否告诉我 这里为什么叫做绿屋 这里到处都是红色 为什么叫绿屋 你何不问一些更要紧的问题 说不定 我也会告诉你的 杀恒天的所作所为 你都知道吗 知道一些 杀恒天 网罗江湖匪类 非法聚敛钱财 偷犯私盐 假造官吟 私设刑堂 草菅人命 好 好 好 那么 感谢观看 互相勾结的人 反目成仇 是因为一个女 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沙恒天和金世昭 不共戴天 事不了毕 这才借着江永昌之死 搅动起关中的血雨腥风 于是 给了你建功立业的 大好机会 那个女人 就是你 不 那个女人是我妹妹 你妹妹 稍安勿躁 且听我给你讲一个 关于沙恒天 金世昭 和我妹妹的故事 我妹妹 起年欲貌 多才多艺 有一天 我们相约去湖边游玩 她比我先到了一步 就在等候观望的时候 哎 慢点 命令该找 碰上了金世昭 金世昭 自从见到我妹妹 便起了不良之心 祸根 从此中下 这下决死谁啊 只等机会来临 我什么时候 让我一会儿 把我一会儿 和我一会儿 一会儿 我一会儿 而且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就会 让我一会儿 让我一会儿 他有点 我一会儿 天真是 你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怎么 你养的贱人 我玩玩不行吗 混蛋老子宰了你 你 你敢 你 杀恒天 当时双方手下闻声赶到 陷些混战一场 时候 也有人曾经出面调解 可那金老贼 竟然提出一个条件 说必须把我妹妹送给她才算完事 畜生 畜生 岂能容她 岂能容她 金世昭非礼令妹时 你也在场 每年都不男生 我都不思认 到他 里面 之后 不愿意 得 不愿意 感谢观看 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告诉我 好了 现在我要去看一看 搜查的结果如何 果然如此 你说什么 我看到了你得意的冷笑 你假借离开 就是为了试探我的反应 刚才听你讲故事 我就一直感到奇怪 一个不在现场的人 怎么能将这一段往事 讲得那样会声会色 感同身受 还有愤怒 那一呼寻常的愤怒 清楚地写在你脸上 这是沙横天的愤怒 但沙横天的表情 怎么会出现在你的脸上 你记住了沙横天的表情 还有沙横天所用熏香的味道 那种特殊的香气 会随着人的愤怒激动 体温升高而发散 此刻 我又闻到了这种气息 沙横天的气息 还有 你那一抹得意的冷笑 我要去抓沙横天 你笑了 因为沙横天 他就在这里 他一直就在我身边 沙庄主 别来无恙 谁 沙横天的声音 沙横天在哪儿呢 这就是沙横天 小环 你果然是个奇女子 但是有一点你却猜错了 我沙横天 本来就是个女人 啊 长期以来 我一直都在女扮男装 女扮男装 世上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只有韩生 你就别提韩生了 他已经死了 上阎王爷那儿 给你保密去了 你们先退下 我要同沙庄主 单独队 退下 沙横天 竟然是个女人 凶八一方的魔头 竟然是个女的 怪不得这个破地方 叫什么绿屋呢 对不脸大哥 这二者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太有关系了 你看 这个名叫绿屋的地方啊 到处都是红色 凶八一方的恶霸呢 原来是个女的 这一切呀 都是阴阳颠倒 男的就是绿的 红的就是女的呗 这个女扮男装的疯子 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 哎 林大哥 你说谢大人跟沙横天 在里头说什么呢 我想不到 我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因为我是女的呀 谢大人也是女的 现在才知道啊 那个沙庄主也是女的 所以 他们肯定是在进行一场 女人之间的对话 跟没说一样 别胡扯了 留点神 里面有什么动静的话 马上冲进去 嗯 你怎么不问话 我在等你理好思绪之后 自己说 你就那么自信 我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吗 你身为女子 却要唯妙唯孝地去做一个男人 做了这么久 一定很累 要卸下这副重担 就得找个人说说 你不但聪明 而且善解人意 好吧 我就把沙横天的故事都告诉你 可能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沙家历代打拼出的家业 需要后继有人 可是三代单传 到了我父亲这一辈 却始终没有一个儿子 在所有长辈的期盼中 我母亲生下了我这个女儿 取名叫田田 为了掩人耳目 免得别人说我们沙家无后 从小 我就被当作男孩子一样抚养 这原本是权宜之计 一直到我父亲病故 沙家再也没有增添一男伴女 为了家族的利益 田田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以沙横天的名义 活在这个世上 成了关中邦的帮助 你不但继承了祖业 并且使关中邦更加壮大 你的所作所为 使很多男人望尘莫及 不错 关中邦在我沙横天的手里 兴旺发达 如日中天 我沙横天 对得起我们沙家的列祖列宗 但作为沙田田 你可对得起你自己 既然沙横天是个女人 那么你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 就需要更改 你和金世昭 反目成仇 不是因为女子 而是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 就是玉冠 我猜的可对 玉冠 玉冠 我想 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是这样 你和玉冠相约出游 玉冠先到你 那不是那个粉面戏 玉冠 命令该着碰上了金世昭 大人好意里 就是她 去 顺便把她给我带回府 陪本官饮酒作乐 她可是沙庄主豢养的灵人 管她什么沙庄主 我跟沙庄主是有钱同赚 有福同享 她豢养的灵人 她能玩我就玩不得嘛 跟我上 是 玉冠 别急呀 美人 给我带走 是 你们干什么 走 你们要干什么呀 放开我 你猜得一点儿不错 金老贼掳阻了玉冠 对他百般猥亵凌辱 我温馨胡 率领众弟兄大闹金服 亲手刺伤了金老贼 救毁了玉冠 宗子和金世昭 不共代替 金世昭一定不能理解 沙庄主怎么会因为一个 家养戏般的灵人 和他翻脸 他让你交出玉冠 作为和解的条件 但这无异于火上交友 使你的愤怒 上升到极点 但 这愤怒的真正原因 又是你不能说出口的 这牵扯到最后一个问题 你和玉冠 让我自己说 我和玉冠 是一对南城眷属的有情人 我二人从小就要好 但是因为身份的悬殊 即使我能堂堂正正地 做一个女人 我们也无法在一起 所以 我们只能秘密相处 做一对永无佳期的牛郎之女 彼此关照 心心相应 互为念想 是你 是你毁了我的挚爱 让我和我心爱的人阴阳两隔 我总算明白了 玉冠临终之前 要求以女装入葬 也是为了保护你 为了不让人怀疑你是女人 玉冠宁可自毁形象 把自己扭曲成为 一个有异性之辟的灵人 玉冠为了我 可以牺牲一切 我唯一的爱人 知我懂我的挚爱 就断送在你的手里 杀口天 休能放肆 杀口天 你先带人离开 我和沙庄主的对话 还没有结束 我有几句话要单独对他说 我们出去 你早该想到的 让玉冠参与犯罪意味着什么 玉冠去了 那个唯一叫我田田的人去了 从那时起 我的心便沉入了黑暗 神不如刺 作为一个女人 我不得不为田田无法选择的命运 而扼腕叹息 只因这一段扭曲的人生 平添了多少无奈 多少恨 多少痛苦挣扎 又造成了多少罪恶祸患 可悲啊 你同情我 但你已触犯了国法 其情可谜 其罪不可赦 你所做的一切 已经大大超出了身不由己的限度 谢瑶桓和沙田田一样身不由己 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走向 但我有一个做人的准则 就是无论境遇如何 都不可以泯灭良知 不能以一己之私去伤天害理 福祸虽无常 但行善作恶 却只在一念之间 你说完了吗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我只一条路给你 若沙田田肯洗心革面 顿入空门 从此诵经拜佛 救赎千罪 我定当求天后陛下恩典 免你意思 谢了 沙田田领情 恕难从命 为什么 我已经受够了 按照别人的安排去生活 出嫁 同样是别人强加的命运 我不想重复另一种身不由己 我累了 只有死亡 才是最好的解脱 沙田田 要选择有尊严的死 穿上新娘礼服 从容地离开这个世界 你来看 这是我为自己准备的 这身衣服 我只有到了另一个世界 才能穿 谢大人 现在就让我更衣 这是一个女人 对另一个女人的请求 在我答应 你的请求之前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问吧 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 我想知道的是 你那么聪明 还会有什么不知道吗 你要的只是一些证据 你说得很对 你要的证据 或许 就在我的嫁衣后面 谢姚环 这密室中 有你想要的证据 她牵扯到 幕后一位皇亲国戚 敢不敢动她 那就是你的事了 等一等 我默认了一个罪犯 不经审判 自行了断的请求 大唐律法 只能惩处杀横天 却无法给 沙田田一个公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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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大人 楚夏大人在沙航天的密室找到一些物件 承上来 遵命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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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 牌对 打赏 打赏 信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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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幻你看 远来沙恒天在关府 安插了间隙 他对金石招的所作所为 竟然了如指掌 这份书证 填补了我们 勘察中的空白 其中案的脉络 更加清晰 江永昌之死 到了揭秘的时候 下一步的行动就是 开棺验尸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叶大人 你来了 你好久没来了 是因为公屋太繁忙了吧 是 我难以分身过来 可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菜蝶真是受宠若惊 你失去的太多了 这一切都应该得到加倍的补偿 是时候了 听我告诉你 来者何人 我奉劝你悬崖勒马 否则休想全身而退 住手 开电 走 叶姐 妖魂 你没事吧 都是因为你 我不要紧 菜蝶 你没事吧 你照顾杨幻姐 我去刺客 我去取我的药箱 谢大人 没事 不要怕 真没事 快快 快站上 快快 快 快站上 快 快站上 快站上 快 快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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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能的刺客 看你往哪儿跑 爱情能的刺客 清明 是你吗 刚才那个人 是你吗 敏儿 不要叫我敏儿 你快说 刚才那个人是不是你 果然是你 你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这是一次意味 住口 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杀手了 谢大人的伤势如何 你痛下杀手 还假装慈悲 谢大人若有三长两短 我以死谢罪 少了这套 启明 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 我干了什么 你都看到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启明有苦衷 启明身不由己 启明无可奉告 我要杀了你这个内奸 来吧动手吧 就算是为惨死的血宝报仇 能死在你的手里 启明死了无憾 你早就该杀 杀你三百遍都不解气 我 可是 我要是杀了你 我怎么办 没有启明的日子 启明怎么活 我 敏儿 别碰我 你看 我的脑袋都应该砍 何必再管着胳膊 少废话 先把伤口抱好了再说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 敏儿 对不起 我曾经对天发誓 什么都不能说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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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大人的伤势有不大碍 诸位请回吧 真的没事啊 伤口不太深没有生命危险 诶 你不是说抓刺客去了吗 找他没有啊 哦 我没有追到他 你也不必自责 那杀手既然赶来行刺 想必不是寻常人物 就算暂时让他逃了 日后也难逃罚我 诶 那刺客长什么样 长到人画张画像 全程通缉 呃 他一直蒙着脸 我没有看清楚 何月 明儿 对不起 我曾经对天发誓 什么都不能说 秦敏有苦衷 秦敏是不由己 秦敏无可奉告 秦敏 冤家 我想杀他 下不去手 我想揭露他 张不开口 我 我该怎么办 天哪 我难道成了他的同盟 朱胜仪 以前总看你治病救人 这次终于轮到我自己了 亏你还能这样轻描淡写的 正如徐虎所说 你险些不了 前两人钦差的后尘 如果一定要有人 付出血的代价 我宁愿牺牲的是自己 不许征说 真的 自从踏上关中之路 我就有这样一个心愿 我既然把你们带了出来 也要平平安安地 把你们带回去 门外有人 是彩蝶吗 她一直不肯离开 我派人送她回去 不 让她进来 让彩蝶进来 多谢大人的救命之恩 小女子感激不尽 永世不忘 要不是大人替我挡那一劫 我彩蝶 早已经死了 你没事就好 大人 你对彩蝶 就是再生的父母 再造的爹娘 好了 回去吧 让谢大人尽心养伤 有话明天再说 不 有些话 我必须现在说 马上就说 别着急 慢慢讲 月欣 你为我忙了半夜 也该歇息去了 我也有话对她说 那好吧 但你切不可 过于伤神 大人舍身相救 彩蝶要是 再不说出实情 那岂不是坏了良心 我豁出去了 就把那晚 在禅灵寺亲眼所见的 一无一时 通通告诉你 你果然 早就恢复了记忆 彩蝶为求自保 以前推三祖祀的 不肯识说 大人可不要怪罪于我 我怎么会怪罪 你如此担惊受怕 更让人怜惜 大人你真好 彩蝶可要实话实说了 绝无半点虚言 三个多月前的一天 班主说有位客人 要找一个能歌善舞的美女 去陪酒 班主选中了我 彩蝶 接你的马车到了 好了 马上就来 好好伺候着 客人出手大方 必有重赏 彩蝶明白 多谢班主提携 我要知道后来 遭遇那些事 当时打死我也不去 这个带我来的人 你路上没怎么讲话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刺史衙门里的刑事也 到了地方 行事也让我先到外面等 当时我心里就犯了嘀咕 怎么跑到寺庙里来了 这是父母清静之地 让我这个唱歌跳舞的来干什么 你等在这 在下奉金大人之命前来 冒昧造访 还望刘大人海涵 你如何知晓本官在此 刘大人如此小心谨慎 可是为防不测 我问你如何得知本官在此留宿 没有不透风的墙 刘大人连日来单身孤吕 想必寂寞得很啊 在下给你带来一个人来 再得给大人体安 这是何意 此女能歌善舞 可谓刘大人路途劳顿 红袖天香啊 不可不可 此奈佛门禅愿 万万不可做出亵渎之事 快让此女离开 本官留他不得 倒霉 就这样把我轰出来了 这大半夜的 白白跑了这么一趟 连一个童子都没捞着 我也太冤枉了